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告诉大家 状元榜眼探花 虽然隋唐时有科考 但是前三名叫这个三个名字是从南宋末年才开始的 也被称为三顶甲 就头三名 怎么来的呢 状元 咱首先得说这状字 就是现在咱们都知道参加高考之前呢 你不得填那个表吗 自己的基本状况啊 然后最后根据这个网上一申请 你可以参加高考给你发中考证 过去也是一样 在参加这个科举之前呢 这些举子得写个名状 说白了就是申请表 把自己情况添上 这个东西叫名状 那么科举完事之后呢 根据名次先后呢 把这个名状作为档案呢 依次拍开 谁考了第一 他那名状就搁前头 管这个叫状头 也叫状元 所以后来呢 就把这个情况呢 移到这个参加科举的 得了第一名这人身上 管他就叫状元了 所以这是状元的来历 那么说第二名叫榜眼 怎么来的呢 这榜眼是这么回事 就当初啊 比方说你要向天下举子公布 谁得了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往下是谁啊 好 张榜 这么一个大榜 贴到城墙上 第一名的状元高高在上 比方说老梁状元 这左右呢 第二名第三名 这边郭德纲 这边玉千 老梁 郭德纲 玉千 郭德纲 第二 玉千 第三 这就在这 在那 这个地方像什么呢 当家就比方说像这人头一样 这额头在这 这两边俩眼睛 所以第二 第三呢 称为榜眼 他在这个榜的一左一右 像人的两眼睛一样 榜眼 有人说呢 榜眼不就专指第二吗 还有第三什么事呢 第三不叫炭花吗 你听我往下说 到后来觉得呢 你说二三名都叫榜眼 这是不是重叠 没法区分出谁是第二 谁第三了 这个时候借用了一个炭花的典故 什么典故呢 唐朝科举的时候啊 考完了 这为了庆贺 已经这个三甲基地的这些人 凑在一块 由皇上安排呢 搞一次春游 然后在长安城里呢 骑着马 采花干干嘛呢 高兴 咱们记不记得呢 孟娇有首诗 叫 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丝乌羊 春风得意 马蹄急 一日看尽长安花 春风得意和这个 走马观花 两成语就从这来 就形容当时科举之后 中了组织的活动 所以管这些人呢 都叫炭花狼 来采花去嘛 叫炭花狼 后来为了区分呢 是这样吧 第一的肯定是状元 第二叫榜眼 第三就叫炭花 你看古龙小说里头 小李飞刀 那就是炭花狼 得了第三名 所以从南宋末年开始 这称呼定下来了 全国科举的前三名 分别为状元 榜眼 炭花